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烤鲜奶 这个甜品相当简单易做 亦都经济实惠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前 帮忙手 做这个烤鲜奶的材料相当简单 做法亦都很简单 有50克的粟粉 两个蛋黄 45克的糖 和500ml的鲜奶 马上开始做 首先将鲜奶倒入粟粉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将糖和蛋黄全部加进去 然后将糖和蛋黄全部加进去 一样搅拌均匀 然后将糖和蛋黄全部加进去 一样搅拌均匀 最后过一次小 肯定不会有粉粒粉粒在里面 OK 立即开始煮 好了 刚才把粉粒倒入锅的时候 我已经过了一次西 确保里面没有粉粒和粉粒 现在开一个中大火热 先弄热 不停地搅拌均匀 做法跟我做马豆糕差不多 这些粉粒就会煮成一个糊状 煮三分钟后 煮成一个中火 不要太猛火 因为边上已经开始有凝固 可以看到一些粉粒 可以看到一些粉粒 会变成这样一团 一会煮一会 就会变成一个很稠的粉糊 最重要是边上和底 不要黏底 一样继续搅拌均匀 一煮中火 即是一分钟左右 你会看到效果很明显 越来越稠 继续搅拌均匀 面糊 看到这些面糊 即是你一边转去 后面有个水波纹 开始拉着不散 就接近尾声了 OK 现在开关火 倒入压子 继续搅拌均匀 就倒入保鲜壁 倒入保鲜壁 其实不叫面糊 应该叫奶糊 倒入保鲜壁 倒入保鲜壁 为了要靚仔一点 用一块 这些膠刮 稍微四边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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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浸冰水 或者用你的方法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起码五六个小时 冰到完全冷了 然后才去做 所以变成我们冰了一晚 明天再继续 现在已经冰了一晚 这样就倒出来 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 将材件 中间切开它 然后切开它 后来切开它 在表面上 到处理 下入冰箱 揀它 然后切开 再拌一块 硂 然后切开它 再刀它 后来切开它 就裁在表面上 都查勻去 好了,我擦完蛋漿,放入角度,250度角度 因為這些已經全部熟透了,所以你只能看見它的表面出了焦香就可以了 好,很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